大家好 老司机试车 今天论证个特别有意思的项目 之前不止一个玩偶私信我说 插电混动的版本的车型 它在高速上的二次的超车能力 什么之类的会比较弱 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大家的原因是说 插电混动的版本在城里面低速行驶 刚起步的时候电机温温温的带起来 扭矩非常的充足 同时插电混动的版本相对来说 比较省能源的这点大家是认的 但是大家认为 在高速这样的工况的时候 并不是电机能发挥它最佳工况的一个区间 所以会更多的发动机介入 一旦发动机去介入发力的话 它相对于纯汽油的版本 就会多拖了一个电机的重量 外加上多拖了一个电池的重量 所以他们认为插电混动的版本 在高速上的时候 二次的加速能力 包括什么各种各样的性能 都是不如同档次的汽油车的 因为它更重了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咱们今天就来测试一下看看 我呢包了延城中汽延的 急速可以跑到300公里的 高环两个小时的时间 是不是特别的刺激 因为是包厂 所以我们就可以测很多各种各样的项目 同时呢我找来两个车 这边呢是领克01的EMP的版本 1.5T三缸 150马力 加上100千瓦的驱动电机 及三档的电速箱 同时又找来一辆日系 之前大家都说啊 这个日系混动跟日系插电混动 无敌存在的CRV 插电混动的版本车型 2.0四缸自吸 146马力 加上135千瓦的驱动电机 这两个具体的车型 他们市场的中端售价 都是在22到23万之间的 这个价位时间 所以是正好能对上的 我们今天就借用这个高环 来试验一下 这两台混动车型 后段加速能力到底行不行 也借这次测试 对比一下这两台车 看看01EMP 这类国产自主的混动车型 能不能打破很多人说的 日系混动动增强的固有印象 比如说他俩的01加速啊 0到200公里的加速啊 包括80到120的一个 再提速的体感啊 包括整个在120公里的 NV值的感觉啊 这些方面的信息特别有意思啊 把这个高环给给他用尽 好 我们开始 好 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测试了啊 用一个0到200的测试 其实就可以包含三个成绩 0到100 0到200 80到120 然后搁在了运动模式 用简单的弹射模式 也就是脚踩路刹车 全油门之后松刹车 然后直接就可以起步了啊 OK 好 准备 走 OK 在这种地儿啊 你就可以义无反顾的全油门 是很爽了 也是我第一次上高环 我们已经经历过安全的培训了 同时现在是在这个风际的场地 好 现在冲到了150 106 170 好 CRV的插电很动 这个版本的车型的急速是在170啊 它不能再往上走了 它现在这个车只能在170 所以我们现在这辆车是没法满足0到200的这个测试的 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的0到100跟80到120的成绩啊 我以为才能冲到200呢 一会我们在这个领克01 EMP的车型上看看它能不能冲到200啊 好 我们现在换到了领克01 EMP的插电混动版本的设计 反正这个车有三挡的变速箱 所以我对这个急速冲刺能过170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啊 同样的设置 它也是调到了运动模式 同时它自己带一个弹射的状态啊 OK 0到200 我来了 哦 换了个档 100好像是7秒多的时间啊 继续 走 OK 看看能不能冲过170啊 现在过了170了 还在加速 180 非常帅啊 看看能不能到200 现在将近190了 190 加油 199 199 到了199 加油 到了200了 好 现在测试图表都已经摆在这了 大家看一下啊 领克01EMP是可以做到200公里时速的 而CRV被限速到了170公里每小时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两个车0到150公里的成绩 领克01EMP是19.33秒 CRV插混则是24.76秒 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更熟知的0到100公里的加速成绩 领克01EMP的车型是7.93秒 这个成绩比很多的同价位的汽油车要快了一些 而CRV插电混动的车型 9.8秒就属于是基本上这20万出头的一个标准的中规中矩的水平了 大家比较关心的80到120的也就是中高速的再加速能力 这个情况下领克01EMP的车型是6.14秒 而CRV插电混动版的车型是6.96秒 这两个都属于是6秒的范围 绝对在中途超车的时候不会觉得肉 大家不能贪心说多了一个电机多了一个发动机的话 会比纯汽油版的车型慢 这是不用担心的 领克那我这儿的表现 一方面由于它起步时候采用的发动机跟电机共同驱动的工况 会比CRV有更好的动力表现 除此之外它的三档变速箱 让领克01EMP在需要提速的时候 可以拥有更高的持比传动效率 并且在巡航的时候可以获得比较低的油耗 好 我们现在进入到下一个项目 也就是关于噪音的测试 我们设定在120公里的速度 同时在同一个测试仪里面 我们一会给它搁在最大档的模式显示 在同样的路况的情况下 我们看一下两个车在120公里的情况下 它的噪音的情况是如何 OK 我们现在直接走 走吧 好 成绩一直固定在了70分贝的这个数字 好 成绩一直固定在了70分贝的这个数字 好 成绩一直固定在了70分贝的这个数字 我们现在换到了领克01EMP的这个车的120公里的分贝仪的测试 好 我们现在加到120公里 好 多少 68 68是吧 一下少了两分贝 这个两分贝的差异 在这个档次里面还算是挺大的 别看他俩只差了两分贝 但实际上NV是体验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领克01EMP在体感上确实要安静了很多 下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感受类的项目 就是大家在环路上经常会遇到的 比如说我们在80这种的中等速度情况下 如果稍微激烈一点并线的话 插电混动版本这样的车型 因为里面带电机带电池 很多人说会比较忽悠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体感 我们在高环上直接就可以 稍微激烈一点点的并一个线 到车道上大家感受一下 也就是在封闭场地能怎么干 在开放场地肯定是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测试的 好 我现在先把车速保持到了 80的车速 好 现在是80了 我们假设说在这种情况下 甭管是路面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我们稍微急一点的并线 CRV插电混动版本的车型 还是感觉到有一点沉重的感觉 车身整体的反应是比较慢一点的 80公里并线手感这一项 领克01EMP的车型 我把车速先控制在80公里的速度 OK 好 现在遇到了东西 稍微急一点转向 这个车身姿态的反应 比刚才的CRV插电混动的满美要快很多 咱们再试一下 80公里的速度前面遇到的东西 这个的车身姿态的感受没有比汽油的领克01要慢多长 几乎是很像的一个手感 有意思 所有的测试对比项目都已经完成了 首先 作为插电混动 无论是领克01EMP还是CRV 它们的二次加速都在6秒的这个区间 这个成绩和汽油车比一点都不弱 厂家也是考虑到了混动车型在高速的工况 把发动机和电机调调到了最合理最高效的状态 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 其次 我们国家自主的插电混动的车型 完全是不输日系的插电混动的车型 尤其是加速这个方面要强了很多很多 好 所有的测试都已经验证完了 我再聊几句这个领克01EMP的车型 本来这次我们要在上海排这车单车的试车 这个车我觉得从我自己这几天的体感来说的话 HOD是比较好使的 815的车机系统是比较快的 另外领克01EMP这个车型 它的前排双座加热 主驾通风 主驾座椅机 第二排的空间 在同档次尺寸的车里面也不算小了 后备一箱很大 还可以跟第二排放长一个通板的空间 另外领克对于三缸发动机的抖动问题控制 始终是做的比较好 它这道插电混动的系统 让这个车的续航 也可以做到非常好的一个水平 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考虑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还想看什么比较刺激的选机 留言里面告诉我 过年咯 要分享哦